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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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环米计算跌幅维持在0.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韵表示 房地产相关政策效应正在逐步释放 正在推动房地产向止跌企稳方向迈进 随着一篮子房地产政策的推出和落实 对后期房地产市场持乐观态度 要如何解读这一份经济成金单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 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心箭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军之博士来为我们分析讨论 周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就显示第三季的GDP同比增长了4.6% 前三季的增速则是4.8% 您怎么看今天公布的GDP的数据 如果要实现全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不是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首先呢就是实现全年的GDP增速这个5%的目标的确是目前市场看到这一份前三季度GDP增速最后最直接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的结论呢也比较简单能实现而且是大概率会实现的一个这个数据 为什么呢就是现在要去判断全年的GDP增速其实就缺一个这个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环比 因为去年四季度的基础也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一旦把这个环比测算完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全年的这个增长的概况 那么我们去参考了历年这个四季度经济增长环比的这个数据 发现只要去这个不需要特别大的一个力度 或者说我们在历史上面找到一个可币的年份去推算的话 那么最终我们可以实现全年这个5%增速这样一个目标 当然了这并不是完全一个非常轻松就能够实现的一个增速目标 也就体现了最近一段时间政策提的要努力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那么随着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揽子的政策在逐步的推进 尤其是针对地产消费包括基建在资金到位量上面有不同的推进 所以我们觉得今年四季度的一些增长环比能够更多受政策的提振 所以能够去实现全年5的增长目标 是如果我们单看今天公布的9月份的消费增长的是3.2% 这个其实也是高过市场预期的 也是四个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升幅 其实IMF近期就指出说如果中国经济转为由消费驱动 其实将更加有利于增长 所以您觉得后续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是不是有望进一步的加强 没错 首先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消费的数据比市场预期想要强 那么拆开结构来看 主要是汽车和家电的消费是比之前预期要强 那么这两个板块的消费之所以比较强 就呼应了之前市场政策一直在推的 以旧换新等等消费刺激政策 可以这样说消费刺激的这个政策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的确市场也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这个消费 包括消费对于增长这个体振作用 我们该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一差为二 从长期来看消费对于增长的贡献 按照历史经验来看 包括其他国家可能占比会越来越高 这也是符合中国发展的一个规律 就是过去中国是一个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 那么在此过程中高投资推动的增长是经济所需要的 那么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 未来更多迈向高端的制造业 城镇化快速时期已过 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认为 整个的经济可能在贡献和占比结构中 消费的比重将会更加的提升 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律 那么再来说一下最近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 短期特征的确也对未来的消费的一个修复 会抱有更多的期待 这是怎么样得到这样结论的呢 就是其实从今年以来我们看到有个数据 居民部门的新增信贷是比去年包括前年有所下降 降幅呢略明显 那么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偏残弱的情况下面 居民部门存在一定的提前债务偿付的现象 这种提前债务偿付呢 一定程度上会去挤占居民部门对于当下的消费以及投资 当然居民的投资主要指的是地产以及金融产品的购买 所以的确我们也看到今年居民部门在整个的这个消费意愿和动力上面 较往年比较弱或者说低于它潜在应该有的一个中枢状态 那么如果未来随着一揽子的政策 尤其是针对地产修复的政策推进并且见到效果 那么我们认为可能居民像今年尤其是一到三季度 这样一个提前偿付债务的现象有所缓解 那么中短期对于消费来说是一个潜力的释放 确实 如果我们从今天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数据 还有70成房价的数据来看 其实房地产的确是经济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之一 不过我们也看到近期其实针对房地产的政策利好是不断的 尤其是像住建部刚刚就公布了货币化安置 还有白名单信贷规模要增加到4万亿 这是几大措施 您觉得这些组合权下来以后 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回暖是不是还是有一个较大的帮助的 我觉得对于近期发布的一览子政策的一个动向 包括地产一览子政策未来将要达到的效果 我个人是持这个肯定 并且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效果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近期住建部开会所提到的 这个地产的政策措施 其实某种意义上力度比较大 而且复盘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尤其是过去两年 地产政策在不断的放松这个取向 并且也逐步落地了一些这个细节的政策 那么从最终的效果来看 其实达到效果的 尤其从去年7月以后 我们针对一线城市逐步放松了很多的这个政策 那么的确在不同的时间段看到一线城市房地产销售量 在一段时间里面出现这个修复甚至反弹 那么当然这个政策的力度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它是逐步往前小步推进 所以房地产的效果呢 也是逐步的显现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9月26号政治局会议之后 对于地产甚至内需的所有政策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力度加码 当然地产也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发现地产政策 它其实从多个维度缓慢推进 那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需求端 我们也看到针对居民 这个房地产销售的这个限售限购 限贷的政策逐步在放松 包括居民新增房贷的利率 存量的房贷利率也有下调 并且未来有可能继续下调 与此同时呢 针对房地产企业 也是房地产供给端 给予白名单 给予信贷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在多个维度 都会未来推进一揽子的地产政策 那么我们认为 随着一揽子政策的一个综合这个共振 最终我们会看到房地产 这个出现企稳回升 也是符合9月政治局会议提到的 要促进房地产企稳回升 这样一个政策目标的实现 好的 非常感谢周军之博士的解读 那近期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 都在密集的加速出台 对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 还有资本市场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下期回来 我们继续和周博士一起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中国资本市场情绪呈现震荡起伏态势 不过监管层多部门 加速出台各项利好措施 进一步稳增长扩内需 持续为市场注入信息 18号周五 中国央行与证监会联合印发通知 正式启动了市场期待已久的 互换便利SFISF操作 根据通知 央行将伪拨特定的一级交易商 及中债信用增进公司 与符合行业监管部门条件的 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开展互换交易 可用的质押品包括债券 股票ETF 附身300成分股 和公务房地产投资信扑基金等 互换期限为一年 可视情况展期 所获取的资金 只能投向资本市场 用于股票 股票ETF 投资和做事 目前负准参与的 互换电力操作证券 基金公司共有20家 首批申请额度 已经超过2000亿元 同时央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 和证监会公布 股票回购再贷款 首期额度3000亿元 也已正式启动 年利率1.75厘 期限为一年 由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 自主决策发放 并规定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业航行长潘宗盛 同一天公开表示 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方向 目标体系方面 将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 作为重要的考量 执行机制方面 会持续丰富货币政策根据箱 发挥好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 在公开市场操作中 逐步增加国债买卖 回复最近的一周 多部门针对稳增长速发展的 一系列利好政策 正在加速出台 上周六 台长兰弘安介绍了 一览自由针对性的 增量政策准处 包括助力化解地方政府债 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补充核心利益资本 以及加大对房地产市场 和整体消费能力的支持 并重申中央财政 在提振支出方面 能有较大空间 本周四 住建部也在发布会上承诺 将持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筹集和登给 来解决住房问题 此外 工庆部时间总局等部门 也在本周密集发声 在促消费 货内需 以及帮扶小微企业 发展减负等方面 不损多项规划 相关的话题 我们继续请教 在上海中心大厦 富豪卫视直播室的嘉宾 中心箭头证券 首席宏观分析师 周军志博士 周博士您看 从9月末以来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其实都传出了 更加积极的信号 像财政部 上个星期六的发布会上 它虽然没有给出 具体的增量发债的数据 不过就明确了说 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 而且还会计划 一次性的增加 较大规模的化债措施等等 所以您怎么样来预判 财政政策后续的一个 具体措施规模还有节奏 感谢 是的 财政部在上周 这样一番表述 其实是点燃了 市场的乐观情绪 我们从随后 整个资本市场的表现 就能看到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近年最大力度的化债 以及中央加杠杆 这个空间和赤字 这个范围比较大 这样一个表述 其实是历史比较少见的 所以市场对于 未来的财政取向 还是抱有乐观的期待 那么市场目前 对于财政的取向 主要就是集中在 这几个领域 第一个赤字率 未来能够 是否有一些突破 我们知道中国 以往的赤字率 一般来说 就守在3%以内 除非有比较特殊的年份 特殊的情况 那么这一次财政部的表述 使得大家对于未来赤字率 能否突破3% 给了一个比较多的关注 那么市场现在认为说 可能会在4到5这个区间 当然后续进一步明确的数据 还是要等到这个财政部 准确的信息公布 那么第二个呢 大家对于财政的关注点 是聚焦在了 这个财政收支平衡 所需要的资金填补 因为的确随着 今年的这个财政运行 我们发现结果上呢 就是税收和土地创金 会低于年初的这个预算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数据 去推呢 要让年初既定的项目 能够如期的推进 可能会去需要填补一些资金 那么市场对于 这个填补资金的测算呢 有不同的口径 那基本上是在 1到3万亿这个区间 所以我们非常关注 未来一段时间 财政是否能加大 这个债券的发行 从而填补年初预算 这个高于实际的这个 这个支出 高于实际的这个预算 所带来的这个收支缺口 这个是市场第二个关注的点 那么第三个呢 也是我们看到这一次 财政部发布会里面提到的 像这个补充银行资本金 以及房地产收储 一些资金的支持 对于这块呢 市场这个关注的额度 目前没有形成一致的这个共识 看最后落地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后一个 也是市场最关注的 也是这一次财政部提到过 近年最大规模的花债 力度到底有多大 那么只是市场回复了一下近三年吧 化债的规模呢 年度大概在最高的额度 大概在两万多亿 那么如果是近年最大额度 那么市场预期说大概率会超过 这个两万亿 这是市场现在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话题 因为化债对于缓解地方 收支的这个流动性压力 对于提振这个增长 还是比较有积极作用的 那么关于这个财政后续的关注时间点 怎么样才去关注进一步的具体 这个政策的财政信息呢 主要是两个时点 第一个就是市场比较关注 这个偏年末的人大常委会的召开会议时间 另外一块呢 就是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还有一块呢 就是明年这个年初的两会 那么市场关注刚才几个的财政数据 可能在未来这三个时间点里面 会逐一面试跟市场见到 所以到时候也可以解开 大家对于这个财政的一个期待 是 另外呢就是央行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也是在今天正式启动的 那首批的申请额度已经超过了2000亿元 另外就是首期额度3000亿的股票 回购增持债贷款也是正式的推出 当然资本市场最关注的就是 这些新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如何 您怎么样来看这些工具 给A股会带来的变化 首先呢 这两个工具还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这两个工具呢 它是勾连央行和非营 以及实体部门非常重要的 流动性投放渠道 站在实体部门 主要是上市公司及股东 如果增持和回购股票 可以从银行拿到一笔贷款 当然这笔贷款最终是来自央行 所以叫再贷款 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非营金融机构 主要是券商基金和保险 能够通过这个回购 这个能够通过便利互换 跟央行获取一笔流动性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实体部门 以及这个非营金融机构 能够从央行间接或直接获得流动性 那么另外一块呢 我们看到从央行角度 它可以通过这两个工具 把流动性注入给上市公司及股东 以及非营的这个金融机构 当然互换便利的话 央行投放的是国债 并不是直接的流动性 但最终的效果是改善了 非营部门的流动性 所以这样两个工具呢 其实我们对比一下 中国历史上面的这个工具 我们发现央行大部分时候 主要投放的流动性 是面向银行业金融机构 我们说的是主要 那么所以这次的两个工具创设呢 就是让央行对于资本市场 尤其股票市场 有了一个流动性影响的渠道 所以对于稳定股票市场的流动性 有非常强的这个作用和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面临 这个两个工具创设以来 情绪是比较高涨呢 这意味着说 未来资本市场的波动 如果比较大的话 那么央行就可以去提供流动性的缓充电 这对于稳定资本市场来说 意义是比较重要的 确实从9月底开始 密集政策的推出是开启了资本市场的这一轮牛市 不过在节后我们也看到市场的波动 现在是加剧了 所以您觉得现在市场的分歧点究竟在哪里 如果要转世的话 还需要哪些因素的推动 的确 在9月24号央行创设两支工具以后呢 就是市场的情绪就出现了一些波动 当然一开始市场对于政策的预期呢 就比较的这个极致 所以乐观的情绪更多 结后呢 有一些非理性的情绪有所回落 那么市场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可能在情绪表达上更为健康 那么怎么去理解呢 因为这一波的资本市场波动主要起因于政策 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市场对于政策的一个预期 那么对于政策预期呢 无外乎两个板块 一个是方式方法 另外一个是节奏规模 那么方式方法上面呢 就是节前市场看到这个两支央行的工具创设 并且9月26号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呢 有一部分市场会认为未来中国的扩内需稳增长 政策里面会包含大量的这个传统的投资 但事实上面我们发现政治局会议也好 包括随后的发改委会议 以及财政部的会议都提到了 阳控增量 尤其对于房地产这一块 需要的是这个稳定房地产的销售量 并且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所以随着后续会议的逐步落地 有一些这个之前有偏离的预期开始降温 那么随之而来市场的情绪表现就会逐步降温 但我认为这种降温是更为健康的 或者说整个的市场预期更多朝着政策的指引去 那么现在市场的确还有风起 那么接下来的风起是对未来政策力度的一个期待 那么随着未来不论是财政的这个数据进一步的公开 包括我们可以关注这个年底的中央经济共和会议 包括明年的两会 可能未来一览之政策的具体内容规模节奏会更加的明晰 好的非常感谢周军师博士的解读和分析 下期回来会继续带各位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凤凰网财经今天最受关注的话题是 A股和港股的集体大反攻 在一系列利豪的提振下 A股在午后强势拉升 当中创业板只是收涨近8% 北正50指数更是大涨了超过10% 板块方面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 券商股也震荡走高 两时的成交是突破了2万亿 至于香港股市也是在午后急速拉升 中场是大涨3.6亿 英国的金融时报 今天关注全球最大的私募集团 黑石在周四表示 由于资产销售低迷打击了第三季的利润 所以他们计划要将最大的几笔投资 送上资本市场 黑石的总裁就表示说 最近科技股的上涨可能会冲燃投资者 对IPO的兴趣 这也为黑石出售股票铺平了道路 目前黑石的全球资产总额是1.1万亿美元 至于华尔街日报则在聚焦 特朗普如果上台 全球的贸易体系可能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文章预估如果特朗普按照他在竞选时 所描述的那样形式 那么关税可能会达到19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短期之内 美国的部分物价将会上涨 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日本总务省公布 9月份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同比上涨2.4% 升幅交上月售债0.4个百分点 是5个月来首度回落 主要是受政府补贴降低的电费和燃气等 公用事业成本影响 同时食品价格持续上涨 其中大米价格都没上涨近5成 是1976年有何比价格以来最大涨幅 受今年夏季高温和暴雨影响 韩国白菜价格飙涨 数据显示 当前白菜批发价较去年同期上涨128% 高昂的价格也让泡菜加工企业 不得不推迟白菜的预定至下月中旬 韩国财政部表示 已经召开会议来讨论稳定白菜工具的措施 进化每天投放最多200顿卷新菜 并通过提供运输奖的以来鼓励提前发货 新加坡9月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增长2.7% 是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不过低于前两个月的两位数增长 增速显出放缓 主要受到电子产品出口大幅回落影响 环比则增长1.1% 扭转了上月的跌势 在主要出口市场方面 增幅最大的是印度尼西亚 欧盟和韩国 对香港 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则下跌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新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